从看烟火的角度来说呢 另外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台北的象山 不过你现在要出门恐怕有点慢了 因为现在沿途上已经停满了车辆 预计今天晚间有上千人上山看烟火 很多这个聪明的摄影民呢 早在山头架了脚架 有人在这里等了三天 讲究一点的还自己搭了阴架 而客难一点的说今天晚间要爬树 跨年快乐 摄影民的脚架一字排开象山最好的位置 全部都被沾满 要看101现在只能跳着看 为了晚上101跨年烟火 有人已经一连等了三天 三天前就来站位置的 两三个帐篷 很早来睡在那里 这也有 这两个大睡袋在这儿睡 十万人跑不掉吧 十万人太夸张 博大哥意思就是越晚会越挤啦 抢个好位置最重要 不过这位大哥您也太拼了吧 新年快乐 你们怎么爬上去的 我从旁边爬上来的 那边面比较好吗 很老很棒 沿路上来都是满的啊 这边上来都是满的啊 所以今年比较聪明 对啊要这一定要的 连脚架都带来 奋力的爬上去 小朋友可是不要学 为了拍到美丽烟火 大家都很拼命 银架早早就架起来 除了可以看到很多摄影师 已经来到象山这边呢 把脚架给架好 要拍101很美丽的夜景之外 不过还有好几个小时哦 太无聊了对不对 你看这边 哎 大哥生气了啦 哎呦提前感受过年气氛嘛 喝杯茶小小气 象山上面现在根本就像小型不立社 要茶要泡面通通都有 这块入夜象山上面现在已经挤满人潮 预计人潮可能会达到上千人是跑不掉 因为现在上山的路上已经停满车辆 开烟火也交朋友 一起来庆祝台湾100年 明国100年 跨年快乐 中天新闻李世间王举金采访报道